來到 Exercise 6B 的第十二條 它就給了踢賽器狀,然後就說 VA 是 Perpendicular to Pan ABC 我意思其實就是 A 是 V 的 Projection on to Pan ABC 只是另一個演繹方法 然後 Part A 就叫你找 AB 和 AC 其實都很容易找 都是用完 Pyfagoras 的技術就可以處理到 就是說 AB 其實就是開方 15 的二次, 減開方 56 的二次 接著這個 AC 其實就是開方 9 的二次, 減開方 56 的二次 好,那我就直接去計算出來 很快地, 15 二次, 減 56 開方 answer 13 接著呢,這個 13 cm 接著呢, 9 二次, 減 56 開方,這個 5 cm 好,這個 Part A 啦 接著是 Part B 啦,現在有一個人就說 先記錄一下, AB 就是 13, 這個就是 5 啦 好了,有一個人就說呢,有一個學生就說呢 VCA 這隻角,這隻角 他就聲稱這隻角呢,是 Angle between VBC 和 ABC 的 你要形成一個 Angle between 2 Pins 呢,其實都說過很多次了 首先你要 highlight VBC 和 ABC 這兩個 Pan 之間的 Common Line 先 VBC 和 ABC 之間的 Common Line 其實是 BC 來的 是這條來的 接著呢,你要在 VBC 畫一條 Line 呢 是和 BC 形成一個 perpendicular 的狀態的 那其實呢,那條 Line 就是 VC 啦 為甚麼呢? 因為 VC 和 B 其實是 White Angle 而它要用 White Angle 的原因呢 你可以用 Converse 或 Perfect Verse Film 或者 Cosi Law 都可以計到的 再說一次啦 那就是說,我們現在呢,其實這隻角呢 這隻黃色的角呢,其實是 White Angle 來的 原因是因為,我們可以用 Cosi Law 可以計到這隻角 那用 Cosi Law 比較好一點的 因為 Cosi Law 你直接可以計到這隻角,又不用寫那些 reason 那就叫做省一點 Step 啦 好,那我這裡寫回啦 那所以呢,我們就直接用 Cosi Law計 Angle VCB 呢 就會是 92 次加 12 次,減 15 次 除兩個 92 次 這個 92 次加 12 次,減 15 次 除回 2 乘 9 乘 12 Shift Cosi Answer, 90 度 好,接著呢,我們計上 Angle ACB 如果 Angle ACB 都是 90 度的話呢 那我們就有兩隻 White Angle 那這隻就是我去要求的 Angle Pigeon 2 Pencil 那學生就會對啦 那我們看看這隻 Angle ACB 是不是 90 度啦 這隻 Angle ACB 呢 就會是 Cosi Angle ACB 就會是 52 次加 12 次,減 13 次,除回 2 個 52 那其實呢,你見到上面這塊就是 0 咯 上面其實分子是 0 來的 那所以有兩隻 90 度的情況下呢 我們就會說 所以呢,那個 Student 呢 就會 Correct 那都很簡單的,這題 OK